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弹性未能 各位可能还记得 我们前面有拍过一则影片 是在介绍便利做工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便利做工 那请你回去复习一下 上一次其中考范围的便利做工的影片 所谓的便利做工呢 就是说力的大小或方向有改变了 大小和方向有改变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做工呢 就不能用力直接乘以位移 这样就会错误 我们那时候怎么说呢 我们就必须要画图 画fx图 那所以像我们的弹簧的做工 我们今天如果圆长 从圆长度呢 拉长了 圆长度 然后拉长了2公尺 假如说我们这样子去拉长了2公尺 那我们用一个外力 用一个外力去拉2公尺 那最后拉长到2公尺的时候 我们撑住的力是10牛顿 好 那继续呢 我们再继续拉长2公尺 到4公尺 总共4公尺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力又会增加 会变成了20牛顿 这是弹簧的特性 它的弹力会跟生长量成正比 那我们说如果想要算这个过程的做工 我们必须要画图 画fx图 好我们现在画出了一个坐标 我们的纵轴是外力 那我们设计它让它的大小都等于弹力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一个外力 缓缓的把它拉长 那纵轴是外力 横轴就是生长量 好那么 我们的弹力就会跟生长量成正比 所以它会是一条斜直线 那我们一开始呢 是从0去拉到了2公尺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力是10牛顿 那接下来又拉到了总共4公尺的地方 那这时候呢 需要的是 就是好像一点太出去了 再画一下 不够长 这时候需要的力是20牛顿 那我们就说 从2公尺拉到4公尺的地方 所需要的做工 所对弹簧做的工 所对弹簧做的工 会是多少呢 就是这块提醒面积 对不对 我们画标准一点 就是会是这块提醒面积 我们用荧光笔画的这一块 好那么 我们今天呢 就要用代数来代表它 代数就是x1x2 然后我们的外力会跟x1x2成正比 各位看得出来今天的比例系数是多少吗 这是5倍 对不对 2乘5就是10 4乘5就是20 然后我们的 10就可以写成是kx1 这个k今天就是5 那20就可以写成kx2 那中间这块面积呢 就可以写为 kx1 也就是上底 kx1上底加下底 kx2 去乘上高 x2-x1 再去除以2 然后结果就会是 2分之k x2加x1 去乘上x2-x1 结果就会是 2分之1kx2的平方 减去2分之1kx1的平方 那很巧的是 它刚好是两个 2分之1kx1 2分之1kx在相减 两个长得很类似的东西在相减 那我们就可以用代号 来表示这两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代号叫u 变成u2-u1 而这个u就定义为 2分之1kx 这个x 这个x就是 升长或压缩量 好 那其实呢 在图形上的对应 就会是两个三角形 我们可以画出来看看 2分之1kx2平方 其实就是这个三角形 绿色的这三角形 就是2分之1kx2平方 那2分之1kx1平方 就会是这个三角形 所以其实我们所要的这块面积 其实就可以看成是两个三角形在相减的 那这个三角形就是2分之1kx2平方 那x就是伸长压缩量 那记得这个伸长压缩量 是从原长开始算 因为有些同学会误会 我觉得说 好像是从x2伸长到x1伸长到x2 他可能就会写说2分之1k 然后x2-x1 这样就不太对了 就不是 而是2分之1kx2平方 去-2分之1kx1平方 好 这个u就叫做弹性未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稍微扩充一下 我们刚刚只讨论伸长的部分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弄到压缩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猜猜看 压缩的图会长什么样子 我们先把这个图扩充 先把这个图扩充 先把这个图扩充 像我们的最左边这里有第三张 第三个弹簧的图形 这其实就是压缩的 我们刚刚有先预备 先预备要用这个最后的图来做压缩的讲解 像这个的话就是从原长往内压了两公尺 从原长往内压了两公尺 跟你伸长两公尺一样都需要出力 只是这时候的力就会是往内压 外力就是要往内压 你才会撑得住 那弹力会跟你方向相反 那在这张图上呢 如果是压缩 那就是伸长的相反 那就是往负的方向去伸长 所以这里就会是负2 那对应到的力量解释 负的方向 负10 负10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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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块面积呢 就会是 就会是用另外一个颜色 那么各位这个情况下 外力也是做正宫 因为你看往左两公尺 力量也是往左10牛顿 所以其实这里有一点点要稍微注意的是 你不太能从这个图的上下左右去分别 它到底是做正宫还做复宫 因为你如果是从0到负2 就变成是做正宫 如果是从负2到0就做复宫了 对不对 举例来说我们是从0的状态 从0的状态变到3的状态 这样的话外力是做什么宫 外力做正宫 就是我们这个画出来的部分 可是你如果是从3的状态 回到0的状态 外力又是做复宫 可是结果在这张图 都是对应到同样的一个图形 所以有的时候你没办法直接从 这张Fx图里面去判断弹力或外力的做工 所以没有办法去确定 你只能用位移和力量的方向去判断 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我们这样写会比较好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把弹性未能介绍了 那弹性未能它也是一种 弹力它也是一种保守力 因为它也是跟路径无关 弹力之做工也是跟路径无关 所以它也是可以写成未能 因为它只跟 生长或压缩量有关 也就是距离平衡点的位置 这个形变量的意思就是位置 因为你离平衡点是正2还是负2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位置 所以它也是可以写为有位能 那我们刚刚都是用外力 然后我们让外力的大小等于弹力 那实际上我们的加大方向的话 我们今天是使用外力 刚好跟弹力一样大 但是方向相反的情况嘛 我们今天的这个图啊 都是基于外力的大小等于弹力 方向相反 然后让它等速度的去拉长 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全部的做工 都是给弹力未能 否则你 要拉长其实可以很大力或很小力啊 就是说你可以超级大力的拉长 那这样的话 你做的工可能有一部分是去动了的 好那总之呢 我们今天这个特定的情况 是用外力跟弹力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情况去做 所以 外力的做工 就会等于负的弹力的做工 那我们刚刚又把外力的做工看成是弹力未能的变化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一些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些 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力的做工嘛 那它就等于弹力未能的变化 好所以这么一来也就是跟重力未能相似的 弹力的做工 也是看成 可以看成是负的弹力未能的变化 那也跟重力做工一样 弹力做工或者弹力未能的变化 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观点 好我们也要整理一个表格吧 好那第一格就是 形变 应该是拉伸或压缩 那当你拉伸或压缩的时候 弹力做工 会去抵抗你的拉伸或压缩 那你去压它弹力会跟你方向相反 所以弹力会是做复工 那我们就写W弹 这叫代表弹力的做工 那这种情况下弹力的做工小一点 但是你可以视为弹力未能的变化是增加 对不对 如果你想象一下把一个弹簧压紧紧的往往外从从原厂往内压 那弹力是不是跟你的位移相反 你往左压弹力会往右 所以弹力做复工 可是你会感觉你好像储存的能量在这个弹簧内 那就是弹力未能增加 所以就是符合底下这个式子 那如果你缓缓的放开 缓缓的放开 那就是回复 回复 回复的时候弹力的做工 就会跟你的位移是同方向 不管你是拉长之后慢慢让它缩回来 或者是压缩之后让它慢慢弹回去 那弹力都是做正工 而弹力未能的变化就会是负的 好 这也跟重力未能一样 这个弹力做工 以及弹力未能的变化 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观点 好 那我们这里弹力未能的简介 就到这边 我会不会好了 就会找到这边 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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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教信 这位话